社坛遭到停职的南投县长李朝青申请复职宿愿案出现的重大转折 行政院宿愿会昨天撤销内政部否准李朝青复职的处分 要求内政部在两个月内重新做出处分 等于说李朝青有机会复职 李朝青第一时间表示即使是任期的最后一天也希望能够复职 社坛遭到监察院弹劾而停职的南投县长李朝青申请复职宿愿案出现重大转折 行政院宿愿会10号做出决定 撤销内政部今年4月22号否准李朝青复职的处分 要内政部在两个月内再重新做出处分 他说我们适用法律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法院审理这个案子法院审理一年多了 整个当时审理停止的原因事实有没有改变 事实有没有变化 如果事实改变的话那你们要不再重新做一个处分 我会在行为给南投县方法院了解相关的一个问题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李朝青涉滩被收押禁件立即停职 县长职务由副县长陈志清代理 二零一三年三月被一贪污罪嫌起诉 九月遭到监察院弹劾 之后内政部否准李朝青复职申请 现在行政院宿愿会又做出撤销内政部原有处分 面对复职有望李朝青强调 即使是任期最后一天也要复职 本任期结束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仍然承诺重视到最后一天 我仍然为要为南投县民的嘱托负责 并绝不辜负责献民的期盼 而之前妻子减素端有意代夫出征 宣布退选后行政院宿愿会就做出撤销内政部原有处分 是不是因为减素端退选才有机会复职 李朝青强调绝对没有 妻子是因为家人强烈反对才退选 也否认与高层有条件交换 不过在选前倒数时刻也难免引发政治联想 记者灵溪朋友组台北南投报道